現在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有人出現了一個說法 就是蔡總統其實是最後 後面決定的人 或者是這個蘇貞昌 可能他只是戴罪羔羊嗎 這個說法來自於羅志強 國民黨籍的羅志強 他說 這個可能有一石三鳥的 這樣的一個戲碼正在演出 為什麼呢 羅志強他在 他自己的臉書上說 有一個生喉嚨來爆料了 他來爆料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 蔡英文總統其實非常的有謀略 他一石三鳥 所以預言蘇內閣 就是蘇貞昌本人 他撐不過過年 領完年終獎金就要走人了 剛好嗎 現在已經有人在傳 當然大家會一直在覺得說 現在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一直在做很多布局 就是為了要選2024 他就是想要當總統 但是我先跟各位講一個 很諷刺的一個數據 就是現在我們去調查 2024總統人選的 信任指數好不好 第一名是誰 侯友宜78% 第二名是誰 比如說我們講鄭文燦 賴清德 這個分別居23名都有58 再來第四名誰 朱立倫 第五名就柯文哲 前五名就是沒有蘇貞昌 你懂我意思嗎 人家信任感就沒有 那你說 可是還有四年可以慢慢爬 從谷底往上爬 當然實際上不是都沒有跡象的 為什麼 第一個人家就在講說 之前他要選新北市長 這件事情 其實就已經是在佈局2024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是最近 最近 因為大家也看到就是鄭文燦 跟我們這個蔡總統 最近也走得很近 包括出去很多的出訪 他都在旁邊 OK... 所以有人也傳出來說 這個好像下一任的 這個鄭文燦有機會2024 而且現在基層也在拱 現在到了一些活動 基層就開始喊 什麼鄭總統好 鄭總統好 有這種聲浪 有 我有聽過 有這種聲浪 那當然 你蘇貞昌這麼想選總統 記者一定都賣 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有興趣 你對鄭文燦這件事情怎麼看 什麼怎麼看 2024又炸了 他只差可能沒有說講什麼 對不對 可能是這樣 但大家的感覺是什麼 好像網友就在哭手說 眼紅了 你現在看 有人在 你現在看不下去 太年輕 他的霸氣已經開始顯出來 但是我覺得在這過程中 我覺得整個佈局最明顯的 還是關中天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媒體 他很清楚這一次 實際上為什麼 這一次蔡英文能夠再繼續 連任 其實媒體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也甚至我可以講 媒體在背後 甚至是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所以蘇貞昌當然在想 未來他出來選的時候 不能有人罵他 一定要有人挺他 至少有一台是要捧他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關鍵 是我們去想 他關中天好像很有道理 是不是在佈局 是 我覺得從媒體放話的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中天換照不過 上面發揮很多的功能 譬如說像是上報 他常常有很多獨家訊息 甚至那個方向會引導說 蔡英文總統是希望有條件通過 就是把中天留下來 然後蘇貞昌院長是比較鷹派 就是老鷹的鷹 希望關掉中天 不給中天這個執照過關 所以像這樣子的風向帶帶帶 帶到後來就變成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在背後破壞這一切 他丟了一顆石頭 三隻鳥就掉下來 那三隻鳥包括了蘇貞昌 可能長期以來兩個人不合 或是蘇貞昌太強勢 他要加深蘇貞昌非常阿拔 或是非常做事 非常的獨斷獨行 這樣的印象 把他拱下台嗎 另外一個中天其實長期以來 在綠營這裡 很多人對他非常不滿 中天也給他畫一個叉叉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我先講一下 因為當時他要接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財經界的人 大家都很關心 我說奇怪 他們兩個不是不合嗎 蔡英文可以接受他接嗎 你說你不合誰說的 就傳言當時在扁政府 這大家好像都知道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是副行政院長 他直接跑去跟這個阿炳講說 你來找這個 你是怎麼做事 就好像從那一刻開始 就傳下兩個人有清潔 但是因為這一次 民進黨在2018年 輸了九合一大選之後 大家覺得一定要找一個人 出來鎮住各方對不對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能夠鎮住各方能做事 還有一個關鍵是什麼 不能妨礙蔡英文的連任之路 所以當時有一句話 我們財經界在看 我們就說這件事是真的嗎 他們就說其實蘇貞昌 沒有想要選總統的 任何的企圖心 我說真的還假的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就上來當行政院長 可是你去看 最近大家都在想一件事 好像蘇貞昌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你看 我幫你拿下了817萬票 對不對 所以現在什麼事情 我就來主導 我也不用過問你了 我們一直在看的事情是什麼 奇怪 蔡英文好像都沒有表態 她也沒有表達什麼 甚至在這過程當中 好像都沒有釋出任何的不滿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過去 大家才會一直覺得說 怎麼辦 那現在是不是乾脆就 她完就直接她接 所以剛才前子 你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在想這些事情 對 他還是會喵 我跟你講 他其實 如果我要講這兩個人鬥起來 會不會其實蔡英文更略勝一籌 為什麼你知道嗎 好 基本上 在這個萊豬事件之前 其實蘇貞昌說真的 名氣是很高的 民調聲望各方面 真的有上來 我們認為是有上來 最重要的事情 股市就被他這樣弄 我們財經界在看 覺得OK 可是如果他把中天關掉 這件事太好 我讓他關 我順這個事 如果他名氣掉下來 我把他弄掉 接著順便 我立個威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不是不出聲 我只是找時間辦事而已 是 所以蔡英文總統的 一石三鳥就是立威 除掉蘇貞昌 以及幹嘛 以及把中天給關掉嗎 現在看起來 蘇貞昌雖然身世還不錯 就是過去 從防疫這一段期間以來 而且他看起來 做事很霸氣 可是據說在黨內四面楚歌 有人形容現在的蘇內閣 是萬曆十五年 那也萬曆十五年 剛剛有交給他們 對 我剛剛謝教授的高見 這個我們做 游英文他們是做 全台灣最討厭的政治任務 第一名是誰 是蘇貞昌 對 就像錢子剛剛講 因為他事情很多 他話很多 劍拔就往那邊射過來 以前我們講的新蘇聯 是新潮流 書系跟綠色友誼連線 就是薛玲跟陳勝宏 何志偉他們那一掛 現在當薛玲他們比較淡初 新潮流我跟各位講 剛剛我們提到52台 那個環宇那個 新潮流他不見得會挺蘇貞昌 新潮流的大阿哥是賴清德 二阿哥是鄭文燦 你叫蘇貞昌去拚也不斷拚 所以新系不等於書系 所以他們中間還是會有區隔 不過前一次 因為我這個還是要提到 韓國瑜的貢獻 因為韓國瑜他去年 包括選總統到今年被罷免 這麼淒慘的過程 韓國瑜帶給他們政壇的 正面效果是什麼 你不能落跑 你要做好做滿 你不能待此參選 所以韓國瑜的障礙形成之後 侯友宜跟鄭文燦 他們都要重新盤算 我縣長任期沒做完 我市長任期沒做完 我可不可以去阻隔 我可不可以去跳下一個職務 這個韓國瑜設出來的障礙 我覺得有好有壞 見仁見智 但是對於蔡總統而言 因為已經後小英時代了 他2022的佈局 2024的接班 我相信蔡總統會 但蘇貞昌會不會到這個 他們講說到年底就那個 因為前置年也知道 立法院他休會的時間 一個是農曆春節 一個是暑假 你看歷年來的行政院長被換掉 都是這個時間點 就是立法院休會的時候 這個時候換對整個立法院 總質群也是展現 對立法院的尊重 我認為蘇貞昌下台是必然的 只是蔡總統用哪一個時間點 看他要去擋什麼 包括今天本來要開的 健保那個費率 那個也會引起很多民怨 當最後這民怨 全部可以擋劍牌 通通射給你的時候 那就是蘇貞昌攻城升退的時候 但我認為 我還是對蘇貞昌有一點心 他會不會想選 前置你也跑看這麼多政治人物 如果是你 你會不想選嗎 我是不會 我個性是不想 不過我不等於蘇貞昌 我覺得蘇貞昌曾經有過權力的人 曾經理總統大位這麼近 這麼近的人 我相信他不會放棄 我們不是說去批評蘇貞昌 我說人同此心 前置是比較雲淡風輕 但是像蘇貞昌 集結這麼多年來 他最近選五次五連敗 他還願意當 他那時候跟阿扁中央講說 這個婚姻中央要換掉 他說兩次 派到頂 是 派到頂 因為你知道小英的個性 又很謹慎 又很保守 平常也不太講話 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猜是這樣 可是前置 你看 那時候因為是趙先生 去專訪陳水扁 講出這段故事 蔡總統他很介意 他當天就寫點書 誰說我派到頂 他立刻就澄清 他不會甘得讓人家說的 蔡總統說我現在有改 我哪裡派到頂 不過我們現在還要把這個 萬歷十五年很快的講一下 這是史學家黃仁宇 對 他做的 他寫的一部史學的著作 他講的是什麼 就是當時在大明時期 看起來是歌舞升平 這是非常平靜的一年 可是卻埋下了 因為內閣或者是這些 所謂政務官 來埋下了一些日後頹敗的種子 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蘇貞昌有沒有可能 這個時期看起來我們防疫做得很好 我們台北關係是前所未有的好 我們看起來大家都很不錯 是不是有可能會埋下那個 到時候往下走的那個種子 萬歷十五年是在形容這個 對 前兩年 但是我的看法 這個請大家參考 我認為他的 蔡總統他執政以來 我們就講2018一個 非常重要的分水平 在2018年的這個九合一大敗的時候 我們TB 蔡總統的滿意度 只有15% 他從15%爬到61% 他的中間 後來就是賴清德 他不願意當行政黨 由蘇貞昌去組閣 我請問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這一年多的這個 九合一大選到總統大選 這一年多的時間 蔡總統跟蘇貞昌做了什麼 就沒做什麼 他就贏了 好 所以你說萬歷十五年說 他們開始 我認為蔡總統的團隊 包括蘇貞昌這一連串的 告訴大家一個問題 他就不是靠政績連任的 他是靠奧部 他是骯髒贏 然後他真的贏 對不對 川普是想要骯髒贏 就贏不了 所以蔡總統 我就這樣就贏了 所以前置我贈你的節目 因為我們這節目叫大白話 我很公開跟大家預測 這現場直播 我就怕 民進黨會繼續的自爆 現在國民黨問題是什麼 滿地都是槍 不曉得撿哪一把 你只有一支打得準 而且撿起來還會躺炸 對 不知道現在沒有議題可以選 你看我們當年跑扁岸 就一直談阿扁 這滿地都是槍 不知道要撞到一支 你看秋鬥 我們後天是不是有秋鬥 是 30年來規模最大秋鬥 議題一大堆 到底哪個是主訴求 然後參加的團體各懷鬼胎 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相信這個2022跟2024 其實這個你講到萬一十五年 很快兩三年立刻就報應來了 是 滿地都是槍 都不知道要撿哪一把 所以要撿最大的那一把槍就對了 來